恭喜周深以年度歌手身份登上时尚先生12月刊 绝对的实力再次见证了周深的强大 首先时尚先生作为一线南刊 对封面人物的要求也是非常苛刻的 咖味实际人气形象都要达到一定的高度 而且南刊的必年风更为重要 能登上这样的封面一般都是杂志邀请或者是品牌推荐 而此次周深能够荣登应该是杂志的邀请 也说明了时尚圈对周深地位的认可 作为一位普通家庭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歌手 用平凡的态度完成不凡的事业 周深能获得这样的成绩真的让人骄傲 2014年那年他参加了真人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 虽然晋级八强的时候被淘汰 然后被各种质疑和嘲笑 好在一路走来他成长为最好的自己 直到后来遇到高晓松 周深迎来了自己的事业春天 一步步的脚踏实地 而如今的周深已经成为了乐坛的香伯伯 在各大颁奖典礼融获属于自己的荣誉 而且备受音乐综艺 OST青睐也成为各类重要晚会的常客 这样的周深也切实让观众感受到他的成长 在时尚先生的文案中 还不忘调侃一下周深的白T 写道如果可能我愿意365天都穿着白色T恤 不过小编想这句话会有更深层的一个含义就是 周深永远都保持着那颗纯净的初心 不论是做人还是做音乐 他永远是只有热爱的那个原来的周深 再次恭喜周深 声音小站每日为你带来周深的最新资讯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